Hello,大家好,我是文武小黄黄 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在我身后的依然是一辆新旋顺中轴中顶的车型 也是我们阿尼亚其余这个集盘打造的一款偏商务的布局 之前的话,小黄也做过那次布局的一个介绍 那么咱们今天再来看一下这款布局的话又做了哪些调整 以及它目前的一个大致的改装进度 外观方面,长光高尺寸分别是5341,2032,2410 将原车钢圈换成的雨合金能骨 四轮都是叠杀 现在我们整车都贴满了膜 这是用于改装过程中一个保护车身的作用 在车身右侧的颈部 咱们安装了一个长2米5 展开之后宽度是2米的制阳棚 中门靠后加了一个飞压码的中立加水口 试电接口的话在车身左侧的位置 比如我们这辆车的客户区域是在后部 所以我们将中门靠后的这一对玻璃 换成了推纳窗 看完外观,咱们再看一下内部的改装进度 前期的保温指振以及内饰部的安装已经完成 在中门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卷帘式的卫生间 设计在主驾驶的后面 这种卫生间的尺寸长宽高 分别是85公分乘以85公分乘以1米7 这样卫生间的一个设计的话 使得我们从后部的乘客区到前部的驾驶室 有一个非常宽的一个通道 非常的方便 原车驾驶室的内饰的话 我们没有做日太大的调整 将原车收音机改成了飞泥部的导航 然而这辆车的话搭载的是2.07的 汽油发动机匹配的是6A7的自动变速箱 当然也有五速的手动变速箱可以供您选择 在驾驶室顶部的话 咱们增加了一个属于吊柜 咱们保温指振的处理的话 一方面是指振板 另外一方面的话是贴上我们3.5公分后的隔热棉 然后的话会在缝隙位置打上发泡器 卫生间内部的侧面有一个排气扇 这样子的话内部的一些水蒸气很容易排出去 卫生间后部的话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键度系统 基本上就是集中在后部的左侧区域 然后这里有我们的4块1300的电池 相对来说1300电池的话 它的稳定性非常好 积温性能很强 然后这个键尺的限速也是采用32频的 也是我们理能限定的两倍 然后往后看过去的话 现在是一个卖逆的公平逆变器 功率是3000瓦 能够将键压从12V和220V之间来回的转换 然后这个侧面咱们增加了一个风道 也是它的散热的一个方式 从底部散热 再往后部看过去的话 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控制区域 相当于 这个黑色的配件 就是我们太阳能的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的话 可以看到一个小的接触器 这个是可以连蓝牙和WiFi的 咱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实时显示 我们的充电效率 充电电压 电流 和一些其他相关参数 然后这个是12V的建设的保险 这个是我们整个建设系统的一个控制器 然后整个建设系统的空开 然后在每个线数上面都做了标记 方便我们后期的一些维护和检修 侧面的内饰板 可以看到都做了超纤皮的包饰 质感触感都是非常的好 推纳窗的话 其实在行车过程中也能打开 方便车内的通风 然后上部 现在较贵的话也已经安装完成 车尾的话 现在可以看到 这块固定的板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12V变频空调的内接 经常有车友会问到我们这个变频空调的效果怎么样 首先咱们看一下它的外观其实就很接近 咱们的家用的变频空调了 在行全顺房车的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部 基本上这样的空调 这样的功率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的 后期小黄也会带来一些实测 咱们建设系统的话实际上就是在咱们L型沙发的下方 那么在车身的另外一侧 就是我们的橱柜区域了 板材方面的话 咱们选用的是这种石木多层板 满足10级的环保标准 深木纹的一个颜色选择 使得整个内饰的话到时候更偏近于一个商务的氛围 都要橱柜下方的话会做一些储物空间 台面上面的话会有洗手盆 然后有我们的检查具 然后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箱体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三连四食品及不锈钢卡道的一个防冻液的一个箱子 这个后期的话就会连接到咱们的燃油炙车加热系统内部 结构上面也是一目了然的进口出口 然后上面的话是我们加防冻液的一个口子 这个小口子的话是一个液气口 为什么我们会单独做一个防冻液箱 是考虑到如果连接到原车防冻液的话 可能会存在导致原车的防冻液消耗过快 也是出于一个安全的考虑 我们的水冷的燃油炙车加热器的话 就算安装了我们现有的这款防冻液箱的话 也是同样具备这个过水热的功能的 咱们这本布局的话 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达到的一个客卧共用 同而最大限度的提升的空间的利用率 另外一点咱们采用的是一个转帘卫生间的设计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也是优化了车内的空间 那么咱们这款L型沙发便床的话 也是一个电动的设计 电动的操作方式 也是让我们一键便床非常的方便 那么小黄今天 对于这辆一伤一语的一个航车的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呢 您是否会喜欢呢 或者您是否会有更好的一些想法 或者元素能够融合到我们这款布局内部呢 可以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私信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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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